如果我要死了 你愿意跟我交换生命吗 我叫Soul 是一位勾魂使者 七天之后就是你的死期 你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 你可以找一个爱你的 或者你爱的人替你死 第二个 去完成你还没有完成的信任 然后他能接受死亡 我还这么年轻 我不想死 命运不是掌握在你手里 是掌握在我手里 这世界上除了医生和法官 可以很理所当然地跟人家说 你会死之外 还有多少人可以 那你自己怎么不跟他说 你有使用一次特权的机会 特权 下次如果遇到你想救的人 你就只能以命换你 你是说我可以不用死 有什么特别想做的吗 让时光倒流 从来一次 你觉得你的人生有很多遗憾 过这一次 我不会让你再去当明星 你有没有考虑过 用他的生命给你做交换 你们到底是人吗 其实做一个好哥哥并不难吧 今天可以做好哥哥 明天就不一定 看着两个我爱的人 因为我活得那么痛苦 我活着也是很煎熬 三个人的爱情太涌起了 如果只有两个人的话 那就好 那个小女孩是下一个任务 哥哥 我想要当天使 如果爸爸妈妈不乐 下队的话 为什么他们还要在一起 我们分手吧 也就是说我和Yuna 真的跟我爸死人有关 不要去寻找真相 因为真相只有一个 我决定了 我们的规则有点漏洞 你们的规则有漏洞关我什么事 对吧 就这样 comment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